全部都是屎嘴 不知道是不是混啡混太多 今上嘔吐了 哈哈哈哈 用生命拍片也是香的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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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赤字大國際 好了沒有拍過A3G 最近因為做gmckcutting 所以其實最近都沒怎麼拍過吃的東西 全部都不能吃 就連喝都不可以喝那些有糖的東西 所以最近就迷上了喝咫啡 混加入酋酸奶粉 所以把心一橫 這次就一下子買了平時大家能夠容易買到的十隻無糖咖啡 那就試一下它的味道 某些是某些Facebook page 大家就非常推介的四款 這裡好像找到兩款在這裡 還是一款呢? 當然也有網民在裡面留言 所有罐裝咖啡都是屎水 全部都是屎水 那對不起了 如果你是一些喜歡喝一些即充的咖啡的朋友 這條影片真的不太適合你 但是十隻只咖啡一條舌是不夠 所以這次就找到了我做專輯 大家都是苦命人 苦命人 阿Kent 你好 你有沒有喝開咖啡? 有,應該說沒辦法 我有一個單純的 不酸就可以了 我的單純就是不貓屎 我又沒試過貓屎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想知道有否 試一下 這個就是UCC出的冷泡無咖啡因咖啡 無咖啡因 其實挺正的 因為我自己來說 我經常拿來偷奶粉 但我實在都很怕它弄得睡不到 OK 我以前已經是喝monster 喝到這些提神飲品 對我沒有用 是沒有用的 OK,厲害 白鱗,你之前有否試過喝過一瓶叫做葡萄式阿擦的東西? 小時候回馬會的時候 我很睏 然後就決定買一瓶阿擦喝來上班 很累的時候 但我發覺它的包裝 你要很精神才可以開到 聞一下 聞不到酸的 好咖啡的味道 對,但它沒有咖啡因 對,那更危險 是不是更害怕呢? 你試一下 酸不酸酸? 不酸 我也覺得不酸 喝下去不像咖啡 它是小虎 不知為何我覺得會有一點像喝酒的感覺 你是不是覺得像喝的L? 對,但很淡的 有一層你分不到它是咖啡味還是麥味的感覺 對,麥味 有一點麥味的感覺 好,我記住了這種感覺 如果5分換分 我最後是有一點咖啡的那種煤金 我不知道要怎樣做 好恐怖 都尚算合格的 2.5 因為我不想有很重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比較淡 又不會比我弟弟 所以我都給了3.5 但我就是怕它因為沒有咖啡因 所以它做不到咖啡 脫水 或者幫你提神等等的好處 有這個需求不同嗎? 你需要提神 我需要它,不要這麼提神 OK,OK 第二瓶也是UCC 就是冷泡黑咖啡 代表這一瓶就有咖啡因了 那到底味道會不會更不同了? 這個在外面問起來已經很不同了 對,很不同 但我反而覺得 剛剛聞起來是沒有咖啡因的 這個味道很重 對,我也是 我們的味道是不是壞了? 如果我們的表情一樣 沒有什麼味道 首先它沒有什麼味道 二來它也不像是咖啡 對 你喝下去很普通的那種 那種奇怪的味道 又不是苦 你喝下去不苦 不苦 但它讓我回想起 和CY喝過三文魚咖啡 你沒有喝過你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它更差 因為它剛剛沒有咖啡因的 喝完之後你咖啡因的 它也有一股咖啡因的香味 這個你咖啡也沒有 對,咖啡也沒有 真的 更加不知道自己在喝什麼 勾頭 嘩,I'm so sorry 但不要緊 讚完UCC我 要再踩完UCC 對 1分 1.5 你也有1.5 你要扮形 扮形 你把這瓶袋放在袋裡 然後你回到公司拿個杯子 然後你把杯子拿出來 然後你跟公司說 喂,傻啡 傻啡 這個樣子是這樣用的 這個樣子 可能因為它冷泡 那冷泡就不用熱水沖 所以味道會不會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明明同樣也是冷泡 但它那種味道做出來 它沒有咖啡因 那會不會呢 假的,真正的 大到特水黑咖啡 紙麵很經常見 它好像比較便宜 對,12、13元 對 這個是我會買的價位 香 香很多 這個香 但也不及第一種 那麼香 對,起碼像樣子 依然是有那種不太咖啡的感覺 對,對 放空氣在口裡 它是有少許甘味 它會輸出了一個甘味 這個對於你來說算酸味 它的確是酸過之前的兩種 它酸過程度 我覺得可以接受到 對 我跟你說,我平時 沖田奶粉 我也是用這個 我純粹是因為覺得它比較便宜 因為很便宜 還有它有一個 有一個牌子這裡沒有的 有一個叫什麼 韋欣咖啡 它們兩個都是便宜的 一個12、一個13元 哎呀,沒有買到韋欣過來 對 但它們的表現程度差不多 咖啡味很重 所以我覺得合價是2.5 都是2.5 因為這個我剛才給了3分 我又覺得它是好的 但我又覺得它好像好一點點 它最好就是它的價錢 雀巢 阿拉比卡純黑咖啡 精選冷水咖啡液 這個寫著 剛才你說它的樣子很認得 我覺得很重要 你想想,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要買黑咖啡 然後你看到這樣的東西 對 我會馬上看這個 沒錯 它是不是比較細緻 對 細緻很多 這支是18.5 聞呢 都是差不多 反而暫時 都是沒有假的那支 假的那支 沒有沒有咖啡因那支 這麼重的咖啡味 對 嗯 沒有咖啡味 我覺得這個開始酸了 這個酸了 這個酸了一點嗎? 這個 我喝齋啡是比較苦 我媽媽 雖然它的外形是比較吸引 還有它又沒有流的味道 在這個口裡 就是喝完 喝完就酸了 對 跟喝水差不多 有點酸 有很多茶記的咖啡 它都是有那支酸味 它這支就是有茶記的酸味 哦 不是很喜歡 一分 一分 這支還要貴 十八個多 這支給大家很期待 首先是Asahi 然後是極龍黑咖啡 這個是寫著 軟福咖啡店鑑修 如果有一個產品寫著 EG鑑修 對 代表一有事就可以找EG 對 至少有一間店裡的 對 沒錯 對 提一提 Asahi這個牌子 是有跟One Piece合作過的 哇 哇 絕對 一定是 我還沒放在鼻子 打開已經聞到一股味 很香 它極香 是超級香 好 試試試 嗯 哇 正 它OK 這個OK 是咖啡表現 咖啡味 起碼全部都是 我又不覺得它很苦 咖啡味道很好 很好 你說貓屎味有沒有 你覺得 聞下去多一點 喝下去沒有 所以我挺喜歡 這個真的很好喝 它還要比旁邊的雀層便宜 喝完之後 保留一點點 煎豆的味 可能就是因為它煎 所以它的咖啡豆味就比較厲害 很出 3.5分 這個我真的給了4分 這個我給了4分 這個我給了4分 它又不酸 但是又有重味 這個 如果它的包裝是去當時One Piece的 應該是5分 終於 我挺害怕 我挺害怕喝10隻 都沒有什麼味 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咖啡師監修黑咖啡 這個日文原來是咖啡師 方向濃郁 感覺上弱了一點 它不達到 對 咖啡師監修 那我都 98%牙醫推介了 又不知道是誰 很不負責任 對比起軟腹咖啡店 沒錯 看看它是否方向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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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的 很甘 唉 它甘到喉 又一滴下了喉 你以為自己喝瘋酒 但是咖啡味不重 我覺得不是很重 咖啡味 都比起之前那些有驚喜 它甘得來又不是酸 對 不酸 不酸 11個多 但是尺寸也對得住11個多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所以它有2.5分 我都會比3分 對比起前那4隻 就是不算這一隻 它有另外一種驚喜 但是不難喝的驚喜 Boss這次就是絲滑黑咖啡 這個寫著 你覺得喝咖啡是否很重要 還要特地寫滑 你就會期待它是不是 好像牛奶一樣 哦 這是咖啡味 它還要是 好像真的加了牛奶 它這隻咖啡味 是有一點點 你會以為是甜咖啡的那種味 是咖啡糖的味 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混咖啡 混得太多 現在有點想吐 真的 用生命拍片 我胃啊有一點作動 現在 嗯 我都還沒喝 一喝下去 那種苦味出來了 是 而這支也是重咖啡味 它真的有那種 吃咖啡糖的咖啡味 甜甜的 它不跟 上次我不覺得它不跟 不是跟 它是甜甜的 那種味 它這次OK 你說有沒有對比之前那種特別滑 我覺得是真的 口感是有一點滑 喝不住 立即看看它有沒有卡路里亞脂肪 有沒有 但是它寫無糖 應該OK 它寫無糖 這支多少錢 10.7 什麼 400人 400人 哇 它10.7 它11個多 可以比4.5 是呀 我都死了 只是價錢都已經正 有趣 大熱 非常之容易入口 無論是價錢和口味 Pocker 不知道是不是Pocker support 那就是Beast Time 黑咖啡 集中力日文 On 專門寫240mg的咖啡豆 那它的咖啡味應該 應該要重 然後原來 原來它是屎水 索內沒有什麼 它對不起它的240mg咖啡豆 是啊 它含不出 嗯 什麼味 並不是咖啡味 不是味 但是它還沒去到那種 你不知道自己喝了什麼的感覺 首先它不是淡的東西 不是淡的東西 它並不是淡的東西 但是咖啡的豆味 不覺得有240g 我不 可能其實這些是300多g 讓別人不說 不知道什麼味 我認同不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是好喝 你怎麼看 不知道 1.5分 我也是1.5分 如果它真的集中力安到的話 我會給它1.5分 如果它集中力安不到的話 那就沒有價值 是啊 沒錯 它在這麼多個女罐裡面 是一個比較差的 其他女罐裡面來說 都是很忍耐的 是啊 是啊 這三個都是有驚喜 但是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就連沒有咖啡 我才知道都有驚喜 是啊 它也是Boss 它那個封面 我自己就挺喜歡 很Vintage 純粹都是說黑咖啡 從1992年 包裝漂亮 但是瓶身成的醬油 是啊 但是它500g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點矮小 但是它的份量多過很多 肥妝 11.5分 Boss的話我是期待 是嗎 因為剛剛那罐真的是 絲滑那罐 這罐真的表現得好 我也有期待 但是我的胃開始有點 50ml 是啊 是啊 那是喝了成大杯 都是香的 嘩 對不起 我不關他事的 是因為太多 香的表現是正常 有沒有說很重的咖啡味 有沒有 嗯 它喝下去一開始有一種稠味 你吞下去那一下 它是沒有味 是啊 但是它的稠味是有的 它有一個稠味 你保持住 你喝完之後你到現在都會稠稠的 還有一點點金 嗯 驚喜不大 對比它這一罐來說 我和一間公司 看著這個瓶的飲料 真的好像在喝試飲 2.5 對 這罐也是2.5 我也是2.5 印象不深刻 除了包裝之外 這個也是Boss 軟熟濃厚黑咖啡 就是想看看有沒有人打贏這瓶 它聞下去有一種更加獨特的味 是少許的 但是這罐是咖啡豆味 它還有一點點焦焦的 但是微 很微的焦焦 它不像其他那些 有一種是剛才一聞它 你一問我 噢咖啡 Fairy咖啡 這隻是因為我記得 噢 噢 噢 這次留在口裡也夠久了 喝下去那一刻真的有點水 對 但是它有一點不同 我自己覺得就是 它那種咖啡味 又留在口裡 到現在 那個味道像 熱咖啡 雪凍了 那種感覺 熱咖啡雪凍了 但是無奈地 都是2.5 合格 都是2.5 合格 這10支咖啡 我們的位置 今天是睡不到的 我想我們就選擇 自己最喜歡哪一隻 以及最不喜歡哪一隻 以上的全部都是個人感覺 對 這些頭盔要戴回 1 2 3 一定是它 一定是它 帶給我們的感覺 真是最好 這次BOSS贏了 但BOSS的其餘 這兩支就酥酥的 旁邊有某一些 對 第二 我自己就怎樣 Azahi 我和你一樣 說得明白 真的不是廣告 我也很希望是廣告 但真的不是 最不喜歡 我是這個 我是這個 因為它酸 對 因為我一開始說不喜歡酸 它酸 我是這個 可能我不懂喝 但我會覺得 我也會買水 哈哈 這支我也會留意一下 在我想睡得著的時候 我有機會會光顧這支 對 沒有咖啡 也是在這裡比較特別 它的咖啡味甚至多過某些 說自己會進入咖啡 例如咖啡 例如這個 遠無倫次 好了 這次10支黑咖啡的試飲 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感覺 歡迎留言 告訴我 如果喜歡看這條影片 有類似的食物測試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記得按訂閱鈴鐺 因為這樣我出了影片 所以YOUTUBE才會告訴你我出了影片 凡是一四四出片 我知道近來一個星期 有時只能出了一條 但是SORRY 時間真的不夠用 我會盡量出兩條 記得追蹤我和Ken的IG 今晚也是一個睡不到覺的夜晚 你待會有什麼做的 剪片 記得追蹤YOLO最後計劃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其實真的喝得有點溫溫的 你沒事的 我還好 但是再喝一個胃 好像有點受不了 是嗎 我現在才知道 玩傻啡也會這樣 我以為酒才不好 但玩傻啡也有些效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裏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裏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看我 你也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YIDA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很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的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